這幾天大家都很關注這個東鐵線的新稅號系統 過海現在早前說試車就是9月12日 會得是實行新的做法 就去洪磡那邊了 是不是 但是稅號最後就煞停了 那原因大家都知道的了 那時候他們作出了一個妥協 妥協就是應該可以讓軟件商盡快做到事 到今天應該搞定了 就可以維持2022年過海的承諾 但是最近又發覺10月份他試車的時候 發現有一個叫鬼車的現象 鬼車的現象是什麼呢 就是在控制室裡面見到明明的鐵路 好像有輛車但真實就沒有 又或者真實有 但是那輛車就不見了 就是那類的東西 那就說大家聽到就是有一個叫衝紅燈 那些控制室見到那輛車衝紅燈很驚 立刻就停了整個系統 這個試車時候當然 但是再問呢 沒有啊 沒充紅燈啊 好了 那就發生什麼問題呢 就是整個軟件那個communication capacity communication capacity 是遠遠追不上它現在那些這麼頻密的班次 還有那個每一次車過 營運部需要記錄一些海量的資料 工程部就丟了西門寺胸口 那我就說可以 那後來出了事呢 就入錯軌道呢 那我所理解呢 他就應該坐下 由政府高層 擺平這兩座大山 就說你營運 你不可以有這麼多資料 你要回你平時的那些 跟著就跟工程部講呢 你去跟西門寺講 用回它賣給全世界那一套東西 那你應該呢 到今天搞定 那今天搞定 就不應該再有鬼聲的情況 那我聽到我都很詫異 那我再去理解一下呢 就發覺 其實還沒講到的 就是營運 死都不穩養步 因為他說 他需要試車期間 錄到這些大量的資料 等到翌日開車的時候 有什麼營運呢 他不用揹飛 那但是呢 那個西門寺看副樣子 就真的做不到 就在那裡拉鋸 那於此其間呢 他這個鬼車的現象呢 又是跟 他現在 因為要記錄大量資料 用了很多電腦的capacity 令到電腦 是不可以即時 處理回 一個實際情況的反應 是同一個問題來的 那我講那麼多話給大家聽 其實是帶出 這些表面問題 後面呢 我都開始害怕了 是不是一個港鐵的管治問題呢 即是說 如果這間公司 左手和右手 在那裡拉鋸 那你拉下去是沒有意思的 是不是一定要兩邊都讓步 接著就是 那個高層 甚至董事局 要拍板 你們兩邊都80分就算了 你一邊爭取100分 另外一邊60分 我搞不定 是不是要這樣做呢 那我是很詫異 似乎到現在都還沒擺平 這兩座大山 由9月10月到現在 兩個幾月都還沒 還有一件事呢 我理解呢 如果是沒有錯的話呢 我更害怕 就是 七條線 的信號系統的更換 大家還記不記得 有這樣的東西嗎 我們有七條線 是用的信號系統的嘛 現在看一副樣子 傳華線的信號系統 2021都沒有法治搞定 可能要去到2022 那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那時候 他有一個後備系統嘛 那泰雷斯 是從來沒有做過後備系統 那總之 港鐵本身 我不知道哪一個主意 就一定要 全世界考第一 他一定要有這個後備系統 其他人沒有的 那一路叫泰雷斯做 就叫他炒了 他其中一個的項目經理 在多倫多 那泰雷斯又做了 炒了之後 但是都結果做不到 那做不到呢 現在那七條線的信號系統呢 又在那裡卡住 那這個又是一個叫做 理想和實際的一個平衡 那所以說 大家可能就這樣看 就是說 哇 到底什麼事啊 是不是那些人出事啊 是不是不懂做事啊 不是 從頭到尾一個取捨 一個取捨去到最高層呢 竟然沒有人夠強硬 博取 是這樣的了 不談 不再談 做吧 這樣 那這個是一個多嚴重的問題 那我也不知道董事局 到底 局長也好 歐陽主席也好 金博士作為行政總裁也好 他們是不是真的要盡快擺平 港鐵裡面那兩座大山 大家都不要考一百分去交功課呢 現在似乎是一個多嚴重的一個這樣的問題出現了 導致最近有這些事情發生 那所以現在就告訴大家 那至於沙中線是不是真的2022年第二季 可以過到海呢 我現在都開始有問好了 現在已經是2020年底 即快2021的了 是不是 他還在試著 他的新的信號系統 是不是 如果他們搞得定 減少那些海量資料 交到貨都可能是三四月的事 即是明年 三四月的事 行行地試車都要試六個月 那就試到明年的八九月 那如果明年的八九月試 它改了的軟件是沒有試呢 那我都相信2022個都可以的 但是如果明年到第三季 或者第二季 試了它的新的軟件之後 又發覺還有東西不夠呢 那你2022年的第二季都不用過海了 OK 那又再給它 兩件事情都是跟信號系統有關 但是信號系統呢 就是全個鐵路行業最難搞的 因為全世界只有兩三間公司做 你不可以炒了它找別人 你用了它 你就越爬越深 如果你去到一半炒了它找一個新人 你走走走有多兩三年三五年 你走走走也要多兩三年三五年 是吧 那所以其實信號系統這些事 應該就定時更新 當你譬如說2025年要轉 因為一些老化 其實你應該2020、2021就開始想 預了一段長時間的試車 你預了它壞 你預了它有蝦碌 早點去搞 現在不是的 一樣東西都遇到罪問 那七條線換 是因為全部老化搞不定的嘛 要兩三年了 這樣換了它嘛 那兩三年 是不是應該五年前、六年前說呢 我們現在就被軟件商牽著鼻子走 現在是我幾家的 一是泰雷斯、一是西門市 你們是不是聽來聽來都是這幾個名字 你們是不是覺得很奇怪 如果它兩個搞不定的 我們就沒有鐵路了 是吧 那所以軟件是真的要 如果一個很長的時間 預了你試 但是給誰呢 它都會脫脫 這樣呢 你才有機會準時做到 你遇到這麼問的話呢 它隨便一個搞不定 你又不可以轉給第二個 那就一路路拖下去 現在就是這樣的情況了 我對於冬鐵過海2022年 在現在的看法 我已經開始覺得 魏魏弗了 七條信道系統 就是第一條轉彎線 我就覺得 不去到2022年 我都不會覺得會發生 這個呢 就是跟大家一個匯報 這個是時候港鐵的管治層 真的要很強硬地 去擺平 它內部的 各方的利益 謝謝 今天 lighting 請 請 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